陈雄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 但他有一件让他内疚很久的事 这件事常常使他在半夜里醒来 适应中学时代 他和两位同学 曾趁着学校假期溜进学校 在办公室的大门上 写了一些侮辱校长的词句 当年这件事轰动全校 校长也不知从哪来的线索 找了陈雄的两位同学去问话 并急于处罚 读欠他一人 这些年来 陈雄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他的女朋友劝他 向当年的校长道歉 几近挣扎 陈雄还是鼓起了勇气 向已退休的校长致电认错 校长原谅了他 在放下电话前 校长说 那两位同学 早已经放下了心头的重担 可怜的你 却在这么多年来 还一直扛着 阿根廷有位高尔夫球名将 叫做罗伯特 在一次锦标赛中 他赢得了一大笔的奖金 这时 一位妇人向他祈求帮忙 说他有一个身重病的孩子 急需一笔医药费 罗伯特听了身表同情 毫不犹豫地把刚才领获的奖金 全部交给了那夫人 几天之后 有人告诉罗伯特 那少妇是一名骗子 生病的孩子 根本不存在 没想到 罗伯特竟然说 太好了 原来没有生病的小孩 一个燕国人 年幼在家乡出生 却在楚国长大 一直到年老 方想起落叶归根 想要返回故国 在他还乡途中 路过晋国 同行的一个人骗他 说 前面这个城池 便是燕国的独城 燕人听他这么一说 不觉欺然骗容 那人又指前面一个土地公庙 告诉他说 这个便是你村子里的土地公庙 燕人常常叹了一口气 鼻酸了起来 那人指一间房子说 这是你的祖宅 燕人双泪垂下 血染而泣 那人又指一座坟墓说 这便是你仙人埋骨之所 燕人放声大哭 那人哑然失笑 告诉他 这些都是假的 这还是晋国呢 后来 真正到了燕国 真正见到家乡的城社 卢木 阎人的悲思 倒变得轻微了 某大学展开了一项 长达数十年的调查 他们向一群上班族 发出了第一份问卷 问说 如果能许一个月 你会许下什么心愿 问卷所得到的答案不外是 我希望能赚很多钱 我希望能升职加薪 我希望能够拥有 名贵跑车和豪华房子 临终之前 再向他们发出第二份问卷 如果能许一个月 你会许下什么心愿 研究报告指出 没有人会说 如果我能多赚十万元就好了 又或者是 要是我的职位 能多升一级就好了 也没有人会说 请你好好照顾 我的车子或房子 大半的人都会说 请你好好照顾 我的家人 有一次 印度圣雄甘地乘搭火车 脚上的一只鞋 不小心被挤掉 落在铁轨上 这时火车已经开动 当下 甘地毫不犹豫地 将另一只鞋子 扔向铁轨上的那只鞋 对此 他的同伴困惑不解 甘地笑着回答说 让捡到的穷人 有一双鞋子吧 有一只老鹰 蜜得一大块肉 便用灰叼着飞向空中 老鹰遇上了同类 他们开始追逐他 攻击他 想尽办法 想要抢走老鹰 会中的美食 最后 老鹰松开会 放弃美食 他的同类 也转移目标 继续追逐那一块肉 不再受到攻击的老鹰 在空中尽情翱翔 心想 虽然我失去了一块美食 却重获一片宁静的天空 有个商人来到一个港口 看见一名渔夫捕鱼回来 船上有几条大鱼 看来收获不错 商人好奇地问渔夫 捕这些鱼需要多久的时间 渔夫笑着回答 那是一会儿的功夫 商人在问 为什么不多花些时间 多补一些呢 渔夫轻描淡写地说 这些鱼已经足够维持 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了 商人开始 他的三句不离本行 首先 问渔夫一天剩下的时间 都在干什么 渔夫说 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出海捕捕鱼 回来和孩子玩一玩 偶尔唱唱歌 笑下棋 找朋友聊聊天 舒服自在 商人开始 帮渔夫出足印 他建议渔夫每天 都花些时间去捕鱼 然后才有资本 买更大缩的船 然后可以雇佣一些员工 组织一个队伍 鱼捕得多 可以考虑直接卖给工厂 利润比较高 到时更有机会 开一间罐头工厂 接下来还可以控制 整个市场 说不定 那时可以离开这个港口 搬到大城市 在那里还可以一直 不断地扩充企业 听着听着 渔夫好像也有点兴趣 他想知道 整个扩充计划 大概耗时多长 商人认真的估计 说可能需要15到20年 然后呢 商人兴奋地说 也许渔夫还可以让公司上市 把企业的股份卖给群众 到时候就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了 然后呢 商人继续说 到时候就可以退休啦 还可以到海边度假 悠闲的过日子 渔夫骚骚头问道 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小林的丈夫车祸去世 之前 大家都公认她们是模范夫妻 她们的恩爱令人陷进 所以 小林在失去丈夫时 哭得死去活来 好些日子 她都把自己囚禁在 爱怨的思念当中 许久都没有办法走出来 时间毕竟是良药 经过家人及朋友的劝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 小林明白路还得走下去 她开始学习平静的生活 后来 朋友劝她离开旧居 过全新的生活 于是 她开始收拾 就在整理的过程中 她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秘密 原来结婚多年 丈夫在外头还有一个女人 从丈夫遗留下的信件里 可以看得出 丈夫对这个女朋友的 情深意重 这真是晴天霹雳 小林无法释怀 但 多知丈夫写给女友的信 她又突然很心疼丈夫 她的确是个多么静责 和温柔的男子 于是 小林开始提笔写信给丈夫的女友 她写道 我从不知道你的存在 但 我感激你曾经带给她欢乐 尤其 是在她有限的生命里 多一个人爱她 也是好的 周玉是个读书人 很喜欢吃鱼 也善于煮鱼 朋友送来几条善鱼 周玉亲自展露手艺 她先将善鱼放入锅中 倒水 然后让善鱼自由自在地 在锅子里游走 稍后 她才在锅子底生活 让水温渐渐升高 据说 这种烹调方式 鱼肉不会紧绷 口感一流 因为鱼儿 无需经历被杀的过程 奇怪的是 这锅汤煮沸了 锅中竟然有一条 扇鱼的身体向上攻起 只留头部和尾部 在煮沸的汤水之中 扇鱼死了 可是身体竟然保持 弯起的形状 露出沸汤之外 周玉深感好奇 她立刻将该扇鱼捞出汤外 取刀 剖开鱼儿的腹部 想要看个清楚 原来 鱼腹竟布满鱼卵 为了保护肚子里的众多鱼卵 扇鱼情愿将自己的头尾 进入沸汤之中 直至死亡 周玉感慨 发誓 不再吃鱼了 两位病人 因为鼻子出了状况 在等待化验报告时 互相谈起天来 贾说 如果是鼻癌的话 她就会立即去旅行 趁自己还能走的时候 到处看看 乙表示了相同的想法 乙还说 为了能没遗憾地 离开这个世界 的确应该好好地规划一切 后来 化验结果显示 贾得了鼻癌 乙长得却只是鼻息肉 贾列了一张告别人生计划书 打算走一趟丝绸之旅 报读大学加息班 到老人院当义工 读完金庸的名著等等 她打算用生命的最后几年 去完成梦想 所以 接过化验报告 她立即行动 而乙却在医院住了下来 几年后 乙在一篇报道中 读到贾的消息 致电联络 贾说 这几年 我终于完成了雪东的梦想 真谢谢这场病 要不是它 我真的不会这么积极地 去追求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呢 你好吗 乙十分尴尬 因为 她的壮志梦想 早在接获 化验报告后 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酷爱金项链的秀丽 却爱上了一名穷书生 她相信那是命运 男友方才毕业 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 所得之够糊口 在秀丽二十一岁生日那天 男友却送上一条金项链 秀丽喜极狂哭 没想到男友却说 这是假的 秀丽如同被浇了一桶冷水 默默地把金项链搁在一个角落 三几个月后 一名大妇追求秀丽 送上了许多的金石 秀丽离开小乡 和大妇在大城里同居 三几年后 大妇有了新欢 秀丽被冷落在一旁 心灰意冷的秀丽 决定离开城镇 回到故乡 收拾行李的时候 她又看见那条前男友 所送的金项链 秀丽鼓足了勇气 拨了电话给男友 说 项链虽是假的 可是情谊却是真的 我宁可选择这份真情谊 在电话的那一端 前男友沉默了一下 伤感地说 那条金项链是真的 是我卖血三次换回来的 一位则学系的教授 喜欢临时测验 一天 他又在全班意想不到时 宣布测验 还好 教授只是考一些常识 只是最后一题 有点棘手 他问 每天早上 为我们打扫教室的女工 叫什么名字 这一题 班上同学几乎都没有作答 认为这是教授 跟他们开玩笑 事实上 他们大半也不知道答案 下课前 有同学问教授 最后一题算不算分 教授说 算啊 为什么不 你们以后还会遇见 很多帮助我们 我们却不知道 他是谁的人 这一题 只是一个开始 一名巴士司机 在工作时 心脏病突然发作 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他做了几件事 首先 他将巴士缓缓地 停在路边 并使劲力气 拉起刹车器 接着 他把车门打开 让乘客安全下车 然后 他将发动机熄火 确保了车和乘客的安全 最后 他趴在方向盘上 停止了呼吸 呼吸 我会不会 他有病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安全下车 我会不会